今天10月3号是德国国庆日 我要代表台湾人民祝贺德国 也祝福台湾和德国友谊长存 总统蔡英文难得大秀德文 因为有鹏自远方来 接任德国国会友台小组访团 这是睽違三年德国第一个官方访团 超越六个党派都有成员参与 相当具有代表性 这是全球疫情爆发以来 首度有德国国会访团来台 而且由跨党派的国会议员组成 格外的具有意义 民主国家更应该团结合作 共同捍卫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定防线 台湾期待和德国继续加深各领域的合作 蔡总统也借机会感谢德国在今年8月 中国对台发动军野威胁时 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 而有台小组主席威尔旭重申 如果台湾受到武力威胁 德国人会勇敢站出来深渊 这台湾的国家可以肯定在这些 在台湾的国家都可以肯定在这些 我们在台湾的国家也在不同的 网站里面证明显示 在现时期的计划 我们是否认为不可适的 如果他们也被困难 如果他们被困难 其实蔡总统跟魏尔逊是多年好友 2020年蔡总统连任时 魏尔逊还特别拍摄影片祝贺 访断一行人预计在台湾停留到周四 将拜会部会官员也与经贸产业交流 要深化台德两国关系 明天新闻综合报道